在Demeter中呢进行测试项目的时候呢 里边呢就是说因为Demeter的这个组件和插件包括内容呢非常多 除了他自带的之外还可以呢就是企业呢如果 如果企业进行了这个二次开发 在他的基础上呢还可以呢增加和扩展其他的更多的东西 但是呢作为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测试项目 它里边呢可以呢必须啊至少呢要包含什么东西 才能组成一个完整的项目呢在这呢跟大家呢简单的说一下 首先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呢要创建计划啊计划呢 这个东西呢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我们说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测试过程中 这个脚本的保存是一样的 你你用什么你用什么证明过你确实对他进行测试了 甚至于说未来如果要想进行这个回归测试或其他测试的时候 测试脚本的保存和保留非常的关键 所以呢要把脚本的完整的保存下来 创建并保存测试计划 这个过程呢比较简单啊 第二个呢就是在项目中啊在测试项目中呢添加线程组啊 线程组呢是用来控制啊用来做这个模拟用户行为的一个东西 线程组呢特性呢非常的重要 嗯我们添加的所有的请求结果的查看 或者说其他的设置哎都是要通过这个线程组去完成的 那比如说呢我们又如果是测这个http的这个请求的话 那这时候呢就要在在线程组的基础之上啊你添加了线程组之后才能添加这个什么呀 哎 取样器啊 取样器呢是必须添加的一个东西啊 你都可以没有这个什么没有配置元件 没关系啊只要在取样器里边添加的时候呢把我们想要添加的http请求的相关信息 比如说http协议 ip地址啊啊请求的方法以及请求的这个地址路径 只要你把这些东西呢全都写全了啊就算是没有这个配置元件里面的这个默认请求地址 也是无所谓的啊也是无所谓的 这是这个取样器是必须要有的 如果没有这个东西那说实话啊这个测试过程呢也无法这个正常的进行 那么另外一个非常必要的东西呢就是监听器啊监听器 我们可以往里边呢插入一个呃这个这个就是复杂的监听器 也可以插插入一个什么呀简单的监听器啊 最简单的监听器呢就是这个 查看结果数啊只要呢 加上这个之后呢我们可以呢对这个脚本的进行 让他呢设置他去运行运行完了之后呢 看他的这个相应的这个 结果啊去看他相应的结果 好下面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实际的一个呃在这看一个实际的操作啊 这就是最基本最简单的一个啊 那么听完请求听完结果查看结果数 这两个一个取样器一个一个这个监听器之后 我们呢就可以呢开启他的运行 那么开启运行的时候呢 这米特上也有一排这个按钮啊 有一排按钮 每个按钮呢当我们鼠标移动上去的时候呢 他都会出现图形呃就是文字提示信息 而且这些文字提示信息呢也比较友好 哎中文的啊中文的 那么嗯像这样的一个按钮 在很多地方呢都表示是什么意思呀 启动或者运行的意思吧 或者播放的意思啊 甚至于说回放的意思啊 所以呢这个按钮呢还是比较常见的一个啊 那么查看结果数呢 就是当我们运行完了脚本之后 我们可以呢通过查看结果数 查看本次请求的一个什么样反应和结果 能理解吧 那如果是成功的 那么他会显示绿色的对购 如果是失败的 那就是红色的叉 所以呢他的这个呃内容呢 也是比较这个简单和 就是说简单一学容易上手 然后下面呢我们看一下他的里边呢 就是说实际的一个操作行为 再再给大家呢 就是说做一个简单的演示 Gemeter呢 在GDK安装成功之后呢 只需要把它呢进行解压缩 解压缩之后呢 在闭幕录里边呢 直接呢通过这个Gemeter 这个Windows处理情绪啊 P处理啊 然后呢启动它 因为这个Gemeter呢 这个整整个软件包也是 说实话也是不大的 也就是五六十兆那么大 解压缩之后呢也没太大 所以呢用起来的话呢 呃虽然界面上不太这个什么样 界面上没有 没有很多其他软件看上去那么高大上 对吧 但是呢他的功能呢 确实很多的啊 功能确实很多的 那么测试计划呢 我们可以呢直接呢上来就进行一个保存 那当然我们可以起一个我们喜欢的名字啊 开始他 呃零三二九 然后呢进行了保存 保存的时候呢 他就会以这个呃名字呢 单独的去命名 然后呢我们把它保存在我想让他放的地方 好保存完了之后呢 我们添加一个县程组啊 首先呢要去添加一个县程组 添加完县程组之后呢 我们再去添加一个最基本的东西 刚才说的就是什么呀 http请求simpolar啊 就是说我们说的取氧器啊 在这里边呢随便呢去选择一个都可以啊 随便去选择一个http协议 比如说 3w.by do.com 那么在这里边呢 然后选择请求方法 get方法 如果后面的路径什么都不写的话 也就是说他只是一个简单的获取网页实体的吧 就相当于我们用浏览器打开百度首页 那么这个请求添完之后呢 我们在县程组里边呢 添加这个什么呀 添加这个 监听器啊 监听器呢是必须的一个东西 如果没有监听器 那么它的结果我们也就查看不了 那么 查看结果数呢 如果你的脚本不运行 它是不会在这里边呢 做出这个显示的 那么在这两项基本的内容添加完成之后 我们呢可以做一个启动运行 那运行结果呢 很快呢就会展示出来 那么展示的过程中 那么取扬器得到一些结果和信息 里边呢包括了请求的内容 还有响应的一些信息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呢 看得到 哎 它的请求过程 嗯 get什么东西 发送的数据 因为我们这里边呢 没有参数化 所以呢 没有数据 那么再往后 我们看这个响应值 响应值里边的内容呢 它就是一个网页吧 大家看到吧 哎 它本身就是一个网页 因此的话呢 在这里边 我们能够确定 那么这次呢 请求是成功的 最起码呢 前面是一个绿色的对购 这个呢 就是最基本的一个 最简单的一个 嗯 这个Gmeter测试脚本 里边呢 必须包含的东西 好 这是我们这块呢 说的关于这个Gmeter的一个 基本信息的一个简单回顾 一个简单回顾